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府清华台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22号表示 政府决定不再续签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而日本政府当天通过外交途径向韩国政府提出抗议 金有根当天表示 日本政府本月2号以缺乏户信为由 将韩国移出贸易白色清单 导致两国安全合作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政府认为续签互换敏感的军事情报协定 不符合国家利益 韩方将根据协定规定 在续签实现内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日本政府 收到韩国不再续签协定的通报后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对韩国此举表示抗议 河野表示 韩方这一决定是对当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的完全误判 他对此深表遗憾 2016年11月23号 韩国和日本正式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这一协定的有效期为一年 除非一方反对 否则期满自动延长 如果有一方不愿续签 则需要提前90天 即在8月24号前 向另一方通报终止这一协定 这一协定的一协定